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综艺的嘉宾们也十分的红,不只是明星们,他们的子女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林志颖的儿子Kini 田亮的女儿森林和张亮的儿子天天等都是十分的火爆 还拍了不少的广告和影视剧,直接成为一个小童星了 虽然后面几季收拾和口碑都不如第一季了,但是还是很火爆的 尤其是第五季的时候的恶恨大王后Jasper可以说是十分的可爱 让之前逐渐低迷的收拾,又高了上去 而且这第五季的风,爸爸去哪哟,也已经开始拍摄了 最近就连预告片都已经发布了 就在网友们等着看Jasper的时候,光威却宣布节目的播出延期了 延期的原因也是没有明说 可是就有网友扒出了延期的原因 在之前的路透照中,除了几位熟悉的面孔之外 还可以清晰的看到仙人小鲜肉范橙橙和碧文君 而且看到他们和孩子们的互动,应该就是取刀是喜买爸的 虽然光威并没有说过喜买爸是谁 但是路透照中可是有他们清晰的身影 至于为什么两人会被换下的原因 还是因为之前的冰冰事件吧 本来选择他们就是因为冰冰在娱乐圈的影响力 但是如今事情发生了 换掉他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网友们是说道 胡娜卫视也总的呀 毕竟那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处理好 据悉范橙橙和碧文君的实习买爸位置 将由赌王的儿子何游君顶上 而何游君也是一个十分的优秀的男生 权力高智商高 强导众人推就是这样了吧